開始了,等我一下 開始了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安 今天下午的這一台是第二台了 這一台是Golf 7.5代的1.4 剛剛的一點多安裝的 我們沒有空檔在自駕裡面開直播 這一台的話因為一樣的車子我們選一台來播 這一台的話是7.5代的 一樣是1.4的 車主的話 剛剛那一台是道路版 這一台是競技版的 設定上的話也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等一下再一一跟大家來介紹 今天的這一台1.4 除了鋁圈有改裝之外 改了18吋225 40 18 然後避震器的話是原廠 可是已經有改了 這個也是德國高檔的 也還蠻不錯的喔 艾巴的短彈簧 這個是1.4的 那這一款車的話 其實它有很多的CC數 跟不同的一個動力輸出 譬如說動力最小的版本 應該是說CC數 CC數是1.03缸渦輪 7.5代的 然後它的前面的仰角是小的 然後後方的話是一個 拖一幣扭力量的一個形式 但1.4的話或者是GTI 或者是Golf R 後方就都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的底盤後方也不太一樣 這個狀況的話應該是MQB底盤最早做 但現在的話譬如說像是Focus的四代 它後方一樣有兩種底盤做選擇 然後現代的Elantra AD 後方的話一樣有渦輪版跟非渦輪版的一個 不同的地方 所以現在這個也算是一個趨勢化 可是VAG呢 在這個七代MQB底盤上 很早就有這樣的想法跟規劃 所以算是在底盤的設計上 走的比較前面的一個底盤系統 那這一套的原廠避震器 剛剛那一套其實都是1.4的 這個都是原廠的 它不是GTI的設定 所以它的主名很軟 所以這台車的話 如果車友們有搭配到短彈簧 應該都會有一個跟剛剛 剛剛那一套是搭配HMR吧 這一套是搭配I吧 不是說不行 是因為這一台車它搭配上短彈簧 它的短彈簧的公斤數呢 有比原廠略高 而且這個桶聲好像 它最上面有一個忽然彈起來的感覺 所以這個桶聲應該是有點異常 但它的原廠的主名 一般來說 歐系車它的底盤 會做得比較運動化一點點 像是現在新款的W205 如果有看過經理直播的話 就可以知道那個後方的主名 是非常非常的硬 它在低速的時候有點癲 可是在高速的時候 譬如說時速130 140 甚至200以上的話 它的穩定度非常非常好 但是這個阻尼在慢速的時候 舒適度還可以 可是在高低有落差的時候 恐怕就拉不住這個阻尼的 拉不住彈簧的一個放動的感覺 所以車上的乘客或者是駕駛人 它的側傾幅度改善不多 而且也會覺得會比較點一點點 那當然它有好處 就是 好處就是你花個大概一萬多塊 就可以享受到車高降低的視覺感 所以有不同的一個預算的話 就有不同的改法 這個是比較一般預算的 可以選擇改裝 這個短彈簧的一個改裝方式 那它的後面上座 其實從大概Golf的四代 五代、六代、七代 它的後方都是有一個上座的 但它的上座 是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所以上座已經拆下來 在KT 的便利器上面了 前面的話就不用 前面的話它的上座的話 KT 就有附一個鮮品 而且羅帽還有一個 中間的話有一個 阻尼台永機構 這些KT 都有附 但是這台車不是用強化上座 這台車的車主 因為是競技的設定 所以選擇於遠上座 那這款是1.4的嘛 所以它的陽角是小陽角 如果是GTI或者是Golf 就是大陽角 所以這個的陽角的大小規格 也會因為動力不同 底盤也不太一樣 而且GTI的話就是 已經是鋁的陽角 這個1.4的話不是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後方這邊 後方的話已經改好 那這台車因為改裝的是 競技的版本 所以在 我們也有設計了一個 競技版新的貼紙 這個就是競技版的一個 新版的貼紙 從這個月開始來做改變 這是競技版的貼紙 那這台是競技的喔 所以後方的筒身的粗細啊 跟活塞的大小也不太一樣喔 這個後方我們是用粗的筒身 然後阻尼調整方式就都一樣喔 它是要沿用原廠上座 在上座的下方 這一個的話就是阻尼調整機構 這裡看起來有一點灰色的銀色的東西啊 這是我們防鏽的油脂 紫防鏽的油脂 所以竹尼的調整 從這個地方來做軟硬度的調整就可以了 那後方的話它本來有一個原廠的彈簧嘛 艾把的話也是一樣 彈簧上方的橡皮 跟下方的橡皮都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那這一個調整機構的話我們是放在上方 後面的彈簧我們配置的是6公斤啦 那前面的話會看看是一般道路版的 像剛剛一點多安裝那一台是道路版 是配置的是7公斤 那這一台的話是配置8.5公斤 都是燈籠狀的彈簧喔 所以它的禁忌的喔 因為公斤數變高 所以它過彎時候的側傾幅度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後方的話 安裝的重點 安裝的技巧還是在於後方 筒身的長短調整喔 像這個後面的彈簧 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請你每一次都會在直播影片中 告訴車友跟技師 像這樣後方 特殊安裝的技巧 就是在後方筒身的長短 這個後方筒身的長短 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要改變車高的話 是靠彈簧上方這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筒身的長短 我們如果把筒身調短 它的彈簧預載多了 這樣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這個彈簧要預載多少 把它預載到彈簧搖晃 剛剛好不會晃動那就好了 所以今天剛好也有一個 是屏東吧 屏東的店家也有打電話來詢問 所以如果店家有捧場KT的產品的話 如果有遇到任何的安裝的問題 請千萬不用客氣 我們的競交通路的話 競交通路非常厲害 也很歡迎打電話來公司詢問 像這樣安裝的技巧 就是當車子的輪胎離地撐高之後 我們把筒身的長短 調到螺絲孔 剛好螺絲可以穿進去的角度 的幅度就好了 筒身調的太長的話 它的彈簧會鬆鬆的嘛 那也不行 那調的太短的話 它的彈簧預載過多 那就更不行 所以這個後方 筒身的調整長短 是所有後方安裝的重點 那後方的話 今天預計大概兩指幅吧 比剛剛的第一台黑色的 就要略高一點點 兩指幅 那如果是有要求到很低的車友 像經理自己也是開Golf 7代 我的話就降到是大概 剛好輪胎跟葉子板切齊左右 所以這款車 我們最低跟最高的範圍相當的寬 最低的話 就輪胎到葉子板切齊 那Golf 7代還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我很喜歡這個葉子板 它做的比較單薄 然後輪胎的話可以切到很急 也不至於會磨到 那還有一點地方就是 很喜歡VH這一系列的底板 是它的後方懸吊系統 一般來說 像我們之前有介紹過的 有裝後面仰角調整器的車種 譬如說Focus的三代 或者是二代 或者是馬三的二代三代 或者是前幾天安裝的RAV4 RAV4的四代五代 那這些車種 當它車高降下來之後 它後輪的角度 這個是後面輪胎 一般來說 我們原廠的避震器 車高的話 大概像這個的話 大概30度 它輪胎絕對不是直的 是稍微有一點角度 可是這樣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車高降低之後 它輪胎會像這樣子 這個只是一個比較誇張的避震 但是Camber一定會變得比較趴 那像這樣子的角度 我們在滾動的時候 就會比較容易 磨耗輪胎的內側 一般來說 我們叫吃胎 那輪胎磨耗內側的話 就變成有點浪費 本來這個輪胎 可能有辦法跑四萬的 輪胎磨耗內側比較誇張 有可能剩下一萬五 甚至是兩萬 那有點浪費 但這台車的話 不用改裝仰角調整器 講這樣的話 應該做仰角調整器的 應該會罵金尼 就是比較不需要 那如果角度有需要特殊的 譬如說我要做海拉風 要做到四度五度之類的 那才有需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因為這台車 它一定有一個束角 投影可以調整 那這一個Camber的角度 也有個別的螺絲 可以調整這個角度 所以這台車如果 有要降低的話 是不需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它的調整方式的話 跟Tiena Nissan的Tiena 或者是350G 這些底盤架構 比較像 這個角度能調整 這個角度也能調整 所以除非是有要求到特殊的角度 才需要改裝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不然的話後方的話 是不需要做這些的零配件的改裝 這是後方的介紹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是 有選購魚眼上座 那這個魚眼上座比較特別 因為這台前面的懸吊系統 它算是一樣是賣花層 可是一般日系車 我們是鎖兩顆螺絲 然後兩顆螺絲上方這個螺絲 我們會設計成一個橢圓孔 讓它的Camper 可以藉由橢圓孔 來做一個微幅的調整 可是這台車 下方它是插入式的 上方也固定之後 它的Camper 就沒辦法改變了 所以這款車的話 如果車友有比較想要 是熱血的車主 就會建議要改裝上方 改成魚眼上座 那魚眼上座可以藉由上方的 這個可調機構來改變 前輪Camper的角度 就是比較適合熱血的車友 來做一個這樣的選擇 那這條彈簧也比較重 這條彈簧是8.5公斤 一般道路板我們是配7公斤 那這條彈簧 看得到嗎 好 這個是8.5公斤 但這個角度的話 可能拍不太到 KT的魚眼上座 還有一個很特別設計的地方 我們在魚眼的上方 魚眼的下方 在彈簧的上方 這個中間這個機構 有埋了一個轉向軸承 而且這個軸承也是日本的大品牌 所以這個是日本 NSK 這個是也是一個很蠻大的軸承品牌 所以這樣的好處就是 它能夠在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其實它賣花層會跟著旋轉 但是只有魚眼珠在受力的話 它的受命的話會縮短 而且會比較容易有異音 所以我們在這個彈簧的上方 有埋了一個軸承 讓它在轉向的時候的彈簧轉向的力道 可以藉由這個軸承來做釋放 所以幾乎都沒有異音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可以在魚眼上座上方 設計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像這個前腳的話 它的離載承 離載承固定點的話 就做的跟原廠是一樣的位置 所以這個離載承的話 就直接沿用原廠離載承就可以了 這台車的避震器還蠻特別 因為它的離載承的角度 這台車的前面避震器 是沒有分左右邊的 左邊可以拿來給右邊裝 右邊可以拿來給左邊裝 所以這個從Golf 5代 6代 7代 大概都是這樣的很特別的設計 那像這樣的設計 離載承的角度就很重要囉 如果我們把這個離載承的固定點把它縮短的話 那就得要改裝可調式的離載承 或者是把離載承的長度把它改短 但是我們很久之前 有設計過這樣的產品 但會遇到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問題 所以把離載承的固定位置 設計的跟Olinx 我也類似看過這樣的設計 還有KW的話也是這樣子 所以直接沿用原產離載承就可以了 這個離載承 其實我們在轉方向盤 在左10點跟右10點的時候 它的離載承作動的角度 為什麼會比較比一般的車種大 因為它不想分左右邊 所以我們在左10點跟右10點的時候 它的離載承作動的角度 幾乎到了能夠作動的極限 那如果把離載承改短的話 它的長度縮短 所以它在轉向的時候 就比較有可能 會超出離載承作動的範圍 那相對的離載承的壽命就會比較短 當然啦 改裝之後的一個選擇 會比較少 而且單價比較高 那沿用於原廠離載承還有一個很棒的地方就是 如果日後要維修的時候也比較方便 覺得原廠零件太貴了 這個Golf 7代的 也可以選擇副廠的一個離載承來做汰換 所以這個是我們當時在設計的時候 考慮的比較長遠的一個地方 那前面的除了車高調整之外 還有一個是車高調整 我們來介紹一下好了 前面的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調整車高的方式比後面單純多了 我們單純只要把桶聲調的比較長 它的側高就變高 縮的比較短 側高就變低 那調整完畢之後 這一個齒輪狀的托盤 因為它是麥花城 所以它電池會旋轉的 所以調整完畢之後 務必要記得把它鎖緊 甚至是敲緊 所以這個是前面麥花城一個懸吊的解說 那前面的話 在阻尼調整的部分 這台車的話 它這個地方會有一個 算是一個金屬的夾片 這個夾片拉開之後 這個上座 這個橡膠的擋水條 拉開這個擋水板 往上掀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了 那這個因為它的上座 這個裡面的比較小孔 所以看不出來 其實這裡面是裝魚眼上座的 那調整的方式 就不分強化上座或者是魚眼上座了 直接從這個旋鈕來做軟硬的調整 往順時針這樣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KT的設計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30段 什麼問題 請問經濟版跟道路版 經濟版跟道路版的差異 謝謝車友們的詢問 經濟版跟道路版的差異 差異在兩個地方 第一個 是彈簧的軟硬度 第二個是阻尼 像這一台車我們細膩到 連後方桶身的除細 都有做了一個不同 活塞的大小 如果是像這一台 裝的是經濟版的 它的活塞就是做大一點 一般道路版本 我們是為了要比較舒適 所以活塞就做得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經濟版跟道路版 阻尼不同 彈簧不同 價格也不同 所以這個是在我們有經濟版跟道路 其實KT還有做了好多的版本 像這一台車的話 其實有很多非常非常熱血 經理有幾個朋友 這台車是GPI已經改到 100-200已經近6秒 6秒內的相當相當可怕 所以這台車的改裝潛力也是很可怕 這台是1.4的渦輪引擎 所以這台車就算1.4的話 在整體開起來的一個順暢度 也都非常的好 而且很容易提升 大概簡單寫個一接二接 馬力就提升了非常多 因為本體的變速箱的本質是DSG 所以這個它的潛力的話相當可怕 好 那再回到KT的一個介紹 像是我們所填充的主尼油 是使用義大利 它是義大利一整桶進口來台灣的一個油品 所以它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當然它的單價會比較高 可是它的一個穩定度的話相當的不錯 而且這些油品的話 我們都有一個正規的一個代理商來授權書 在代表KT的話不是雲木混珠 是確實使用義大利IP的油品 那像是裡面攸關到避震器最重要的油風 我們使用的是日本最大的品牌 是日本NOK的油風 這個品牌的話 歐系車應該比較少人知道是Tim 像是日本最大的一個改裝便器的品牌 是Tim的話 它所使用的油風 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那KT還有一個比較棒的地方是 KT本身並不是請塔塔廠來做代工 所以日後就算是用那麼棒的主尼油 它也會列後 它也會需要做翻修的這個動作 但是KT的話 不論一顆螺絲一個螺帽 或者是防塵套饅頭 或者是筒塵裡面的主尼油有列化了 這些都是可以翻修可以維修的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任何的疑問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Golf的話 KT還有一個很棒的地方就是 我們自己本身 經理自己本身就是一個Golf的車友 所以車友們如果有需要試乘 請不用客氣 KT的話在台中產子的工廠裡面 就備有Golf的實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像是早上 不對下午的 下午一點多的車友 也都是有來試乘過 那這位車友的朋友 也都有來試乘過 才選擇KT的產品 所以車友們如果有需要試乘的話 請千萬千萬不用客氣 那試乘之後 覺得KT的產品 有符合自己的需求 再來考慮就好了 以上是今天Golf 7.5代 1.4裝 KT競技版的一個介紹跟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